我要天花板 我就提头来剑 加油 天花板剑 我有一种听脱口就 站在摇滚区的感觉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大木 我发现最近网上出现了很多种文学 什么废话文学 发疯文学 戈登文学 对吧 我最近又听说一个 叫揭画文学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 我们揭龙讲故事的这种文学形式 这也太弱势了 挺好玩的 这样我们现场玩一下 好吧 行啊 我们讲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 好吧 有一天 小乌龟和小白兔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但是因为疫情 比赛取消了 直接又结束了是吗 有推进 有发展的 好吧 有一天 小乌龟和小白兔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终点设在麻辣兔头旗舰店 这就是兔子人生的终点了吧 揭画文学 你好好揭 好吧 有一天 小乌龟和小白兔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裁判喊道 打中小兔子 就这只兔子 他必须死是吗 带回家吧 你还真甜 别画了 看见了是吗 没有 这个故事太简单了 我们今天讲点刺激的 比如说恐怖故事 恐怖故事 正好 前两天听了一个 说有一个人在一个冬天 他下班回家的时候被打晕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残忍的绑匪 把他绑在一个 满是冰的浴缸里 他被绑架了 然后乌龟和兔子来营救他 没有乌龟和兔子了 就讲这个恐怖故事 接话文学 一人一句 在一个下着雪的夜晚 我下班回家 走在一条阴暗的小路上 走着走着 安全的到家啊 又让你干结束了呀 剧情推进好吧 就在这时 我的身后 传来了危险的声音 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 倒车 倒个车而已 不是很危险好吗 这个声音 是我们平时听到 就会浑身难受的声音 回来加班 这也太难受了吧 太难受了呀 你要的 这个声音 是钢管拖地的声音 拖着钢管的 是钢管吴老师 钢管吴老师太敬业了吧 下班拎管回家吗 自家办公呀 好好讲 就在这时 我头上挨了一棍 没事 又挨了一棍 没事 又挨了一棍 没事 打地鼠了是吗 就挨了一棍 好吧 就在这时 我头上挨了一棍 我回头大喊 没吃饭呀 我也太喜欢被打了吧 我被打晕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 高老庄 穿越了 穿越了好吗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一个 陌生的浴缸里 浴缸里 是满满的一棍 开水 真拿我当猪啊 浴缸里 是满满的一棍冰奶茶 拿我当真猪是吧 够了好吗 就在这时 我猛地一抬头 发现对面的墙上 血连连地写满了大字 第二倍半价 我们从奶茶店里出来好不好 我被困在满是冰的浴缸里 瑟瑟发抖 我被五花大绑着 绑着你大把的五花肉 你是准备做红烧肉是吗 我的嘴也被堵住了 塞满了葱 酱 算 毛巾 毛巾好吧 突然 玉莲被猛的一把拉开 一个陌生的男人 苏东坡 这就是准备做红烧肉吧 猪和珍猪你选一个 都不选 进来的应该是绑匪 他 他是一个带着领结的变态 一个只带着领结的变态 只带着领结 他是不是也太奇怪了吧 我仔细一看 发现他的额头上 闻着杀手的英文 K 屁 Killer Killer好吗 突然 绑匪 一把扯下了我嘴里的毛巾 换上了葱姜蒜 让苏东坡离远点好不好 绑匪拨出了你老爸的电话 我大声求救 喊到 九九六 绑匪是绑我回来加班的嘛 绑匪开出了求见 赶紧准备赎金吧 一百块 太少了 要一百万 赶紧准备赎金吧 七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二 不是一百万吗 一法纳帅 你这个时候知道手法了是吗 黄飞继续说到交易地点就在 澡堂 澡堂也太奇怪了吧 哎呦怎么找你啊 带着凌桀呢 弄了呀 谢谢老梁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哎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你又来讲漫才了 哎 是的 慌慌 知道人生四大喜事吗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九汉逢甘露 他乡遇故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想想真的很开心啊 金榜提名时 然后就洞房花竹叶 两件事啊 这是两件事好吗 他相遇故之 然后就洞房花竹叶 这就是出差遇到老同学了吧 我觉得这里面最开心的 应该就是洞房花竹叶 要结婚了 哎 是的 是的 那你还是单身吧 哎 对对对 单身松尸啊 单身狗就单身狗 没必要前面再给我加一个品种好吧 而且我发现了 我好像就追不到女孩 是因为跑得慢吧 我说的是追求的追啊 追求啊 去吧 单身狗 我说的是跟女生约会 而且我觉得啊 如果要是想跟女生约会的话 应该就应该带她去那种 可以让她心跳的地方 坟场 那个太恐怖了好不好 游乐场就可以了 想带女生去游乐场 哎 是的 简单呀 啊 不好意思 来晚了来晚了 啊 没关系 那你久等了久等了 等到找蜘蛛网了是吗 真的等得太久了呀 哎 我们今天就去这个游乐场玩吧 这家吗 对对对 我们家开的呀 没必要搞一个富二代人设 好吧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就好了 好吧 哎 这样 我们先去玩那个旋转木马 好吧 好呀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这是姚姚车吗 妈妈的妈妈叫王玉兰 王玉兰是谁呀 我外婆呀 姚姚车怎么知道你外婆的名字 我们家开的呀 那真是你们家开的呀 这样 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正常点的旋转木马 好吧 今天真的是好开心呀 是啊 我也是的呢 啊 丁 哎 粮食墨好了 有人拿旋转木马拉墨的吗 你老婆真是个商业鬼才呀 劳动娱乐两不嘛 哎 你看啊 今天天气这么热 是啊 我们去吃个冰淇淋吧 老板 一个冰淇淋 哦 就买一个呀 你也想吃吗 当然呀 学个独角兽就给你吃呀 独角兽怎么学呀 啪 够了呀 我觉得啊 如果想增进两个人的感情的话 应该啊 去玩点刺激的 比如 比如过山车 你看过山车 颂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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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 飞了吧 这也太刺激了呀 人家过程车有轨道 按轨道跑就没事 你看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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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这也太复杂了吧 我外婆的名字 王玉兰 草书呀 你外婆也太自恋了吧 这样 我们能不能玩一个正常点的过程车 好吧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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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第一次最好有点紧张的 你会不会有紧张 你要紧张你给我说好不好 你给我说就不紧张了 我说这么多你会不会笑我 par 回来呀 过程车还在争叉的吗 不好意思出轨了 这种过山车 没有情侣会想坐吧 我们不是刚坐完 我觉得 如果过山车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去玩鬼屋 这也太恐怖了吧 至高 不行不行 至高 没必要那么害怕 有我在呢 好吧 至高 没事 有我在 我们好像忘买门票了 说的不是这种害怕 是鬼屋里有的 至高 没事 有我在 独角兽 这个冰激凌还在吗 独角兽就没必要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这个时候 给我出个鬼 好吧 只高 哪个出鬼啊 哪个出鬼 你告诉我 不是 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 那我们去玩点浪漫的吧 比如 比如摩天轮 好高 好害怕 没关系 有我呢 过去更害怕了 别跳了 别跳了 你如果害怕的话 我们两个聊聊天 聊聊天就不害怕了 好吧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我的爱好 自由落体 别跳了 就那么想跳吗 不想跟我聊天的话 我们就看看烟花大会 好吗 你看 灰姑娘 白玉公主 这个最大的 我的外婆 王玉兰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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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师王 我是雷厚伟 我们是橙色玉景 很多人去年看了我们第一轮淘汰的那个表演 也问我们为什么叫橙色玉景 其实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橙色 没错 他们一些特殊的经历呢 就经常跟玉景打交道 我是坐过牢是怎么样 没有 我之前看到我们侦探片比较有带路感 侦探片我也特别喜欢看 对吧 我觉得福尔摩斯真的很厉害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人 英语可以说这么好 废话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特别想演一个侦探 我帮你圆个梦 什么意思 我陪你演一下 我特别演个侦探 可以吧 神探第一集 Action 你好 我是神探刘洪伟 你好 我是凶手 你好 凶手不要出来 念个什么探长这里就可以了 我是负责本侦探界的王探长 你好 我是神探刘洪伟 周围是本案的凶手 太好了 抓到了 翻案那种剧情 探长 我认为真凶另有其人 英雄所见略同 周围才是真凶 也抓到了 我要破案 周围是本案的死者 手机钱包都在 说明不是谋财 身体表面没有任何伤痕 非外力之词 呼吸强而有力 说明他没死 他没死 我要个死者 但是他结婚了呀 结了婚又怎样 结了婚的男的跟死了 有什么区别 那你给我搞个离婚的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剧情 不知道也那种啊 就是经过我的抽丝剥剪 层层推理之后 破案了 不愧是你 哦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犯罪证据 什么凶手 很可能是个老手 这世间完全封闭了密室 那么很可能就在你我二人之间 我有着充足的不在产证明 那么排除你的先银 那么凶手 竟是我自己 我是凶手啊 算了 我要验尸 帮把法医找来吧 法医是吧 这位是陈医生 好 陈医生你好啊 这位是张法师 张法师 你法师来干嘛 我要找法医啊 法医 可以替死者开口说话 但法师 可以替死者直接说话 起 这恐怖故事了 你不觉得恐怖故事也很有意思吗 你想想这种剧情啊 一夜之间全家神秘消失 紧接着 7-11就占领了市场 便利店 是全家人神秘消失吧 一夜之间 全家人神秘消失 更恐怖的是 红淡淡的房间里 只剩下一张 欧洲旅游的对讲剧 旅游去了呀 但7天后 并没有人回来 这可就恐怖了 原来是欧洲8日游啊 差一天回来了 你有没有看过恐怖故事啊 《午夜凶灵》你看过吗 首先 你会得到一个神秘的录像带 看过这个录像带之后 半夜就会有只女鬼出现在电视里 好可怕呀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午夜凶灵》啊 是《午夜凶灵》啊 想我就多可以 别傻了 看过这个录像带 会有个女鬼半夜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 喂 找你的 别给我呀 你自己接电话 喂 珍珍啊 好久不见啊 你们俩好熟啊 她是个鬼啊 鬼啊 鬼啊 死鬼 恐怖电话 真 hvis打来的 真 hvis打来的 喂 嗯 哦 她说的什么 她说的日语 我没听懂啊 给我听懂啊 喂 啊 哦 她说的什么 她说 如果半夜 被手机吵醒 那一定是因为 我关心 破案了 不愧是你 不要再破案了 既然真子要过来弄死你了 那我得找人帮我 对啊 喂 王哥吗 王哥是靠谱的呀 我想买一块墓地呀 放弃了呀 就把你拼一拼啊 拼一拼 拼一拼啊 喂 王大爷吗 王大爷吗 我想跟你拼一块墓地呀 拼什么 你死了你知道吗 那我只能找那个人帮我 那个人 喂 麻烦帮我复活一下 张法师是吗 破案了 不会是你 别嘟嘟了 淘汰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桓桓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们又来讲慢财了 对 我们在去年的节目上 讲了白雪公主 是的 是的 就会收到很多 朋友的私信 对对对 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听童话故事 对 而且自从演了白雪公主之后 我就特别自信 哇 我觉得现在任何一个童话故事 我都能讲 都可以吗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演一个 皇帝的兽医 直接就结束了呀 皇帝的心医 换一个 牛蛙王子 青蛙王子 说得我都馋了 卖火箭的小女孩 卖火箭的小女孩 被封杀了吧 那你挑一个 我其实挺想演那个灰姑娘的 好啊 灰支架姑娘 演什么灰支架 演灰姑娘 灰姑娘 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姑娘 她有一头乌黑浓密的胡子 哪有姑娘有胡子的呀 她的后妈带来了两个姐姐 关羽刘备 所以我满脸胡子演张飞是吗 她每天要干繁重的家务 她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吊灯 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衣柜 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窗户 擦了擦地板 我就不能把地板先擦完 再干别的嘛 因为繁重的家务 满身的灰尘 脏兮兮的 被称为 兮兮里姑娘 我演的是灰姑娘好吗 灰姑娘 这一天 王子举行了盛大的舞会 全城的姑娘都去了 只有灰姑娘被锁在了家中 你再用点劲打开了 门不严呢 我没那么大劲好吗 没那么大劲啊 这神仙出现了 你好神仙 你就是灰姑娘的父亲吧 我就是灰姑娘 本宁 神仙 我被锁在家里了 太没礼貌了好吗 神仙 我需要一套华丽的晚礼服 大麻女装 你问问杨天真吧 问什么杨天真 你会魔法 你给我变一套好吗 太费魔法了吧 你试一下 袖子 上衣 上衣 裙子 裙子 没蓝了 我不能穿超的 你求是去吧 这样 只编上衣和裙子 上衣 裙子 裙子 你看 这不是变好了吗 只有正面 我是穿了个漏背装嘛 神仙 还需要一辆车 技能CD冷却钟啊 你想想办法 帮你租好了 敞盆跑车呀 没必要 太浮夸了 王子的晚会嘛 哦 那我还需要一双鞋 好啊 清人自脱 水晶鞋 清水晶人自脱 水晶高跟鞋 清水晶高跟鞋 哦 谢谢 记得12点前 一定要回来呀 哦 是因为过了12点之后 魔法会消失是吗 过了12点 租的敞盆跑车 要加钱了 多慢之光 神仙跟那些 假富二代是一样的是吗 灰姑娘匆忙地赶到了舞会 热情地跟舞会的 宾客本人打着招呼 永春 也问 哪个舞会啊 跳舞的舞 全程的姑娘都来了 我是灰姑娘的大姐呀 声音好粗啊 我是灰姑娘的二姐呀 这就是刘备和关羽吧 我是灰姑娘的神仙呀 你来干什么呀 各位好 王子来了 哦 露备的姑娘很性感嘛 我这个露备装是真没白穿呢 你好 请问可以 不不好意思 认错人了 可以喝一杯酒吗 太没礼貌了 跟我喝酒 可以喝一杯吗 好的呀 哎呦 初次见面 太客气了 王子也太社会了吧 你也太社会了 哎 王子 可以跟你跳一支舞吗 你说话好恶心呀 我演的是灰姑娘 我换一种方法好不好 王子 我跟你跳舞 跳舞 就跳你最喜欢的毛利战舞 哪国的灰姑娘会喜欢跳牟利战舞 三国的 人家原文里说了 两个人跳了一曲华尔兹 一曲优美的舞蹈之后 好开心呀 我也是 好久没被人举高高了呢 反了呀 12点了 要下钟了 我是保洁吗 我要回家了 哎呀 你的杖八蛇毛掉了 我掉的是水晶鞋 哎呀 你的杖八水晶鞋掉了 我没得过大酒 匆忙的灰姑娘 落下了她的水晶鞋 王子发誓要找到水晶鞋的主人 这一天 灰姑娘的房门被敲响了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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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是你的鞋吗 是我的 麻烦签收一下 就有什么快递呀 王子自己来 你好 请问是你的鞋吗 是我的 哎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我寻着味就来了呀 没那么大味好吗 大姐二姐也在 别跟他们俩聊天 跟我聊天 王子 你是来娶我的吗 我也想要 但是北方连年战士无心 儿女情长 那我也帮不了你 怎么说话 放心 王子交给我们三吧 这还是算过演绎吧 谢谢大家 特别好啊 厉害 果然就是厉害 演完了 还是这么的厉害 今天 好的 我们接下来要上场的 又是新人 掌声欢迎北极熊猫 大家好 我们是北极熊猫 今天给大家 演一段漫才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两个吧 这是植物油 刚刚毕业一年 这是熊二 刚刚离婚三年 说什么 没必要说我离婚的事情吧 重磅 熊二未加入效果 竟提前离婚 不是因为这个吧 都多少年的事了 三年六个月十五天 停啊 你倒是关心下你自己吧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我明天有一场广告公司的面试 可不可以请你帮一帮我 行 那我就以HR的身份 跟你练一练 行 那我就以CEO的身份 陪你玩一玩 什么CEO啊 你应该是面试者吧 好的好的 关于这份工作 谈谈优势 优势 优势第21个英文字母 不是问你这个吧 优势啊 问你的特长啊 特长特长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 我的特长呢 就是说出英文字母的顺序 有什么用 你告诉我 这种特长有什么用 很有用啊 你们公司背单词 用不到这种特长吗 哈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C C是第几个字母 C C 3 对对对 E是第几个字母 E E5 对对对 O是第几个字母 O要数 O不用数了 第15个字母 朋友们 C E O 35 15 厉不厉害 是哦 完全符合九九成发表呀 哦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这个规律 其他的单词也能用咯 完全不能用 不能用 你说什么 我学这个规律 就被你这一个单词 嘿嘿 嘿嘿什么 话讲回来 我们这个工作 也不太用得到英语 哦 那你们这个工作 也不咋样呀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 哦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 咱这个工作 具体做什么 哦 我们今天招的是 广告文案 广告文案 狗都能干 什么狗都能干 对啊 什么狗都能干呀 哈 随便给你拉一只 来 刀斧 给他写个文案 哎 哪来的狗啊 法式小面包 好吃到 哇 不了 啥呀 法式小面包 哦 好吃 你这文案 绝对不行吧 而且到底是你面试 还是狗面试啊 我面试 我面试 不好意思 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 咱这个岗位 薪资怎么样 咱们这个岗位的 薪资是非常不错的 月薪两千啊 月薪两千 狗都不干 什么狗都不干啊 哎 你讲话的时候 人们不要一直 狗来狗去的 你要觉得有问题 你跟我聊嘛 那这个岗位 我诚心要呢 诚心要你给我多少钱 你当菜市场买菜啊 咱们这可是面试啊 行了行了 我最后问你个问题吧 好的好的 我一定认真回答 如果把这份工作交给你 你有什么职业规划吗 我的规划呢 是明天当上董事长 差一脸 那我现在是董事长了 来 封你当副总监 你说了也不算吧 来 豆腐 你是总监 什么叫他是总监啊 怎么说我的岗位 也要比他高吧 你怎么跟总监说话的 真没礼貌 说什么啊 副总监你都嫌小吗 那你去那边当门好了呀 啊 枝嘎 你被开了 够了吧你 谢谢大家 大家好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黑 大家好 我是秀琴 我们是康复中心 谢谢 秀琴啊 你有什么梦想啊 我梦想当一个历史剧演员啊 那正好 我想拍一部金科刺勤文的电影 说一个男主角 好 你来试下戏吧 给你发剧本 不用发剧本 我这种水平啊 freestyle完全没有问题啊 那个图穷避线 我非常了解啊 行 那这样啊 你演金科 金科来到秦国 面见秦王 秦王老 还不跟你孙爷开门 孙悟空啊 你是金科呀 哦 我想换一个打野玩玩 什么 没有打野 什么 殿下 所占何人呢 呃 臣 本 不一 功耕于南阳 狗拳 性命乱世 不求文达 有个量 你不是不让选大野吗 选法师 也瞧你位置 大哥没有王者荣耀啊 那你为什么选了嬴政 还出了肉 打什么 打野 是他们那个游戏那个 游戏 不是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啊 我是来献宝的呀 大宝 哼 想我秦国 泱泱大国 什么宝没有 但是有一样 你可是比不上我们燕国呀 是什么 我们燕国 都有北京户口 你有病吗 有地图是吧 有地图 献宝图赶紧 大王截图 好 我匕首呢 大王 你那边是不是有点拉手啊 确实呢 拿这边 拿这边 拿反了是吧 拿反了 你图穷必先 图穷必先 图穷必先 大王截图 大哥 你这什么比例尺画的地图啊 怎么这么大 我们这是 一比一的比例尺啊 你们国家用一比一的比例尺画地图呀 这也太蠢了吧 岁大王 可不早日统一渡量行啊 我用你教我啊 你赶紧图穷必先啊 大王截图 这 这是 烤鸭北京带来的 这干嘛 不要这个 别着急往后 这是 那个 葱 就着吃 你这是带了个卷饼来是吗 你这是 别着急往后 刀 你拿刀上来干什么 我拿刀是为了 切鸭子 我就知道 如果观众都猜得到了 你骗谁呢你 我不说了吗 我骗鸭子 骗什么鸭子 你是金客 你拿刀是为了刺杀我啊 这样 金客图穷必先 行吗 绕住而走 救救我 救救我 杀人了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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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大哥 你不是绕住而走吗 这次我演一个柱子 你演什么 你金客 我绕住而走 但你反杀在地啊 这样 你死不死啊你到底 大王你忘了吗 你出的是肉 打不出伤害呀 好 谢谢大家 我自己去救救我 你们打发了我 你把人都站在哪里 你连得的 我猜得你 你你现在 你 交了我 公路